改朝判斋不能够纯粹是复制旧的那个模式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突破的思维 行动脑不想做马虎二点 这段时间大选后我也不断在谈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是文化上的华人 但是政治上我们不是以华人的身份来参与政治 我从来没有以华人的身份来参与政治 我是以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来参与政治 就是我想要跟很多的华裔权民说 我们今天不要以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因为我们以华人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就看不到问题了 比如说印第社会很强调的很关注的 没有IC没有身份的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身份证不只是印度人 很多华裔也是没有身份证 很多马来人家长把孩子送进华小的 那为什么一定是华人的问题 华小为什么不能够是权民的问题 我觉得华小也是权民的问题 你如果华裔还是从华裔的角度来思考 不是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思考 那马来人也停留在马来人的角度思考 印度人也停留在印度人的角度思考 那你就没有出路了 就像我们不希望马来领袖 把他们当作自己是马来人的领袖 我们今天希望看到的是 马来领袖也是全民领袖 华人领袖也是全民领袖 这一届选举已经是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 改朝判斋不能够纯粹是复制旧的那个模式 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们的部长 我们的领袖 当他看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看华人的问题 行动党不想做马华2.0 行动党也不是马华2.0 行动党也不要代表华人 行动党要代表所有马来西亚人 转型男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